一早中興大學作物科學大樓裡 集滿了回校慶祝園藝系60週年的校友們 除了分享心得外 更重要的是 這些分散在全台農改廠及農事所的校友 帶來多年育種改良的園藝成果 它在太高溫的條件之下 它可能花的花瓣會比較少 顏色也沒有那麼亮麗 可是在台灣改良的話 它就是可以克服這些缺點 花瓣比較多 然後顏色也很亮麗這樣子 像我們一般這種切花的話 在台灣夏天的話 大概都可以到達10天左右 然後在冬天的話 都可以到15天左右這樣子 花了多年時間雜交數十次 終於讓楊潔梗適應台灣氣候 培育出台南5號和6號 鎖定外銷日本市場 而除了楊潔梗外 生長在中南美洲的固挺花 經過台灣育種改良 花形和色彩更加多元豐富 1號的話是屬於比較柔色系列的 屬於粉色系 然後1號 2號都是重瓣系列 那1號的部分呢 主要是以顏色比較亮 比較柔和 比較偏向於年輕化的一個市場 然後2號的話是屬於比較雪紅色 在對於中華人世界的一個 喜氣宴會部分比較討喜 然後1號呢 可以作為切花 2號的話主要以蓬花為主 在台灣是中年可以生產的 所以在這個產業上是非常有優勢的 我們園藝系60年來有很多的畢業的校 就到各改良廠做事情 那就分佈在各個改良廠 果樹 蔬菜 花卉 那我想這也是我們系友的這個 傑出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園藝系借了一個 這個角色呢 可以邀請各個改良廠的 回來把他們最近發展的新品種 集合在一起 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這是活動最大的一個重點 除了花卉外 現場也還有果樹和蔬菜等園藝品種展示 讓校友們彼此加入分享 藉此讓台灣的園藝技術更加進步 記者裡講的鐘 慘到 謝謝